首先我们先看到世界的局势 在这一周世界有了变化 有很多的不同的曲线产生 就像我们流年复加的行运曲线一样 现在这个社会曲线变得震荡更加的明显 上下起伏,上冲下起 也更加的错综的复杂 首先我们先看看中美之战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的变化真的是一日一变 但也与我们节目中的预测有点雷同 从去年的2019年 前年的中美贸易战里面所谈到的 到现在的所有的发展 基本上都还在预测的范围之内 那么现在美国的公债殖利率飙升了 导致世界各国的股市 开始产生了资金的抽离返回美国的趋势 这跟我们上周的直播的内容 就产生一些符合的曲线存在 而这样的抽离资金其实并不是不可预期的 而其实是在特朗普QE货币宽松政策下达的 同时间就已经准备好的剧本 只是一般人不会被告知 为什么? 因为这是个游戏 不会让你知道我们接下来做什么 只有顶端的精英阶层能够明白这件事情一定会发生 为什么? 老师在去年的节目中有说过 在美国不断的大傻币的状况之下 在输扣案里面其实有很多的项目根本不是把钱放到美国的国内 为什么? 因为大量的资金的注入 除了会让景气过热产生巨浮的通货膨胀之外 对于美国政府本身要调节的金融秩序 让美国的价值 他的国债的价值 维持在稳定 还有美元是非常不利的 所以必须把这些钱同时注入到很多的地方 把他都注入进去的资金 把美元撒到世界各地去 包含了世界各地的政府 比如说你原住金 或者是外资对他们股市的涌入 都是特意要做的一个剧本 而这几个主要的目标的股市 或是资本市场到处都要怎么样 充满的美国的美元注进去 然后大家的景气都可以同时的被吹热 比如像台股被吹的非常高 这样的美国就不是单独的自己一头热 通膨也可以被几个资本市场所抵消 因为大家都往上了 那么我自己的往上就不会显得这么的突兀 这样子就可以去了解是说 美国他的货币政策 其实不是只是我们所知道的 单一去QE而已 那么这个并不是现在才有的技术 过去日本的泡沫经济 就是来自于资本的快速膨胀 而没有去往外的去宣泄 让其他国家也能够雨露均沾 只在日本国内被这些炒股 或是海外大量资金去注入他们的股市 跟不动产里面 然后产生这个巨大的泡泡 然后破灭 而当时给日本注入大量资金的来源在哪里 其实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于美国 所以在上个世纪 当时日本在已经泡沫经济泡沫化之前 他们是狂买美国的资产 包含了纽约帝国大厦 然后都被日本人高价的买去 美国大量的不动产都被日商所持有 一副日本要靠着什么 资本占领世界的超级大日本帝国的气势而存在 然后随着泡沫经济一夕之间的破灭 美商美国人在用极其低的价格 去收了日本人的这些资产 为什么 因为你现在急着要变卖你的资产 回去救你自己的公司 因为你杠杆做太大了 那么你这时候你只能见卖你的资产 因为本来可能用1亿美元去跟他买的这个不动产 现在他肯定用3000万 要么你卖 要么你不卖 随便你 当然日本当时就是卖了 所以这些不动产又重新回到了美国人的手上 而这样状况之下 导致日本长达数十年的不景气 甚至有失落十年的这个名次的产生 很大原因就是美国吃掉大量的日本的国力 到目前为止 日本被动购买美国的国债 还是世界第一 但是日本本身对外的举债 已经达到了GDP的250% 也就是2.5倍的GDP 都是要去还这个国债 在日本可以说是美国政商与资本家的韭菜 而日本他是没有这个能力去反抗的 因为军事跟经济在二战之后 全被美国一手端了 都全部把持在美国人的手上 要生要死 其实都在美国政府的一念之间而已 所以美国要阻止日本的人才到中国 或是大量投资中国 其实都是这个原因 他没有办法反抗美国他的国策 这是有一个一定的问题的程度在这个理念 所以老师还是必须要说 除非真的打了大规模的热兵器战 也就是世界第三次世界大战 或者日本与中东是无法摆脱美国的支配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所以美国的资本家与精英的阶层 非常了解一件事 什么呢? 资金本身他就是一个双面刃 就像吹气球一样 你吹的快爆了 你必须适时的给他去泄气 或是同样的气 我们这么大的气量 我不能只挂在一个气球里面 我就准备好几个气球慢慢去冲他 这样才能避免了泡沫经济的产生 在这个在美国他就比较不会发生 因为一旦美国发生了这样子 类似日本的泡沫经济 那么美债跟美元就会变成巨大的狼牙棒 狠狠的往美国政府的脸上砸下去 所以很多人在现在这个时候在揣测 美国在这样子很巨大的QE的状况之下 美国的国力有没有可能因为美债跟美元的崩盘 会产生到整个经济大恐慌 基本上这个状况 美国不会在这个10年之内不会发生 然后在美国经济崩盘的状况 再久真的是不知道 但是10年内老师可以说 几乎不会有这个状况产生 因为美国的国力现在已经开始回复到稳定的回升 你要走到崩盘的地步 特朗普那个时候没有崩盘 那未来也不会 所以说不会发生资本家一面倒的杠杆 然后把那个美国的财政给撬倒 而资本家其实也不会用这种吹泡泡的模式 把美国给撬倒 为什么 因为这不符合大家的利益 你把美国弄倒了 你自己的美元不值钱了 那请问这些人吵了这么多美元 有个毛用 各位说对吧 所以我们要担心的是什么 美国是不是会在酝酿的再一次的金融的狙击 让其他的国家让大量的负担美国的金融黑洞 例如什么 我们举个例子来讲 例如过去的亚洲金融风暴 包含了菲律宾 印尼泰国 就是被整个玩到到现在他们的国力 还是很辛苦的状况 而在下一次就是日本 韩国跟香港 也重创了他们那个地区经济的实力的发展 而美国自己的次级防贷虽然让美国一时陷入了怎么样 民间周转的困难 被华尔街的人差点把那个杠杆撬过头了 给他撬断了 但实际上受到最大冲击的 反而是欧洲而不是美国 所以说后来的美国次贷危机 引发的不是美国里面的重大经济问题 反而是引发了欧债危机 各位不知道还记不记得 那已经是十几年前的事情了 而说到欧债危机 大家都知道包含了欧洲五国 也就是哪五国呢 也就包含了希腊 爱尔兰 意大利 西班牙跟葡萄牙 这些国家的负债比是过高的 导致债性危机一发生 那他们就无力去偿还 但是包含了这些国家 还有冰岛这些国家 他们其实这些为什么会没有这些钱 去藏他们的债呢 因为他们有很多的资本 是政府的财政去购买了美国的次级房贷 或者是雷迈兄弟等等的高级的高品级 我们评断他是A加的很好的一个债券金融 那希望透过这些美国政府 美国政府或是美国那些评比单位挂保证 这些都是优良的债券的 而且利益很高 他们抱持了信任的方法去购买了这些的资产 可以给他们国家带来一定的资本利得 所以大量的资本从欧洲涌进了美国 到最后一场泡沫风暴 让投资人血本无归 刺激风暴一掀起来 简直让全世界的资本家都在哀嚎 但是投资人钱血本无归 那么这些人与国家本身投资的钱 他的钱不是凭着我们自己的钱去买 很多人的钱是用杠杆的或是用借来的 所以说在这一连串的泡沫之下 产生了很多人事物 包含国家的违约的债性 导致欧洲的经济造成极大的动乱 这是个非常大的事件 相信各位都还有低印象这件事情 最后还是靠了什么 靠着德国他们这些富国进行了货币宽充政策 以及贷款 把钱大量撒在这些欧洲五国 或是其他体质不良的国家里面 才让他们慢慢去还 然后慢慢的经济才开始逐渐的稳定 他们也要去改善他们国内的一些理财方式 比如说他们的退附基金 比如他们的一些公务员的一些待遇 或者是退休的这些制度都要去改 那么才慢慢的去恢复这个欧洲的秩序 但是各位要知道 这个世界是无巧不成熟的 在这个世界以前 欧元跟美元他们的状态是分庭抗礼的状态 也就是欧元有机会去挑战美元的时间 当欧元有这么大的实力威胁到美元之后 很巧的欧债危机就这么样的出生了 而美国资本界本身就是怎么说 我们应该说是巧取豪夺吗 其实用个比较综艺型的方法来去讲好了 有点像诈骗整个欧洲的资本的味道是存在的 但是这件事发生之后 有人敢跟美国的财政 或是他们的资本 或是他们政府去大小声 说你们骗了我吗 你们要负责吗 对不对 没有 为什么 因为美国的拳头还是这么大颗 跟砂锅一样大 所以说你想怎么样 我就这样了 不然你想怎么样 你们的自己欠的债 那是你们的事情 对不对 我公司倒了叫自由经济 你不能对我怎么样 这个就是很现实的事情 所以说这次老师在批算大家留言的时候 有朋友都是有些朋友 他们比较希望着重在投资理财的一个部分 就说过去几年都是投资这个股票当作获利的来源 那么今年的应该如何去操作 其实老师还是讲一句话 老师是个算命的 我不是一个那个股市老师 好不好 我也不是投资老师 这个去找专业老师会比较好 那么以老师个人的这些命理推敲 比如说 按照每个人命格不同 生命原型的不同 都会有不同的建议 不是一定 但有些朋友 他是特别投资台股的 老师可能就会评估什么 评估你的一个行业曲线跟时运 会建议这些朋友今年最好少操作 而且避免的融资融卷 也就是借钱借股票来做杠杆的操作 然后赚取这些利润 为什么 因为亏的几率是比较大的 当然很多朋友尊重老师的建议 但是开春之后 其实股市有稍微上红盘 开始有点心里有点摇摇的 就是什么呢 陈老师讲这个是不是吹的 股市一定是往18000去冲 一定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后来大家都知道 突然来一个上冲下洗 就没有这么好的一个状况存在了 对不对 那么杠杆赚来的 其实在这样上冲下洗之前 你大概也是 你大概率是加倍的用杠杆去赔回去 这个是理所当然的 包括美股也是一样 比如说投资美股很好 对不对一直往上涨 但是其实看这周的股市也就知道 美国的四大指数 大部分都已经回到年初的水准 也就是什么呢 这一今年来2021年所有的涨幅 到这一周也大概都回去了 如果真的按照老师说的 你是时仓操作 就是什么 你有多少钱 买多少股票 操纵多少理财工具 而不是你这种杠杆 1比5 1比20 甚至1比100的这种操作方法 那么你的亏损是很有限的 其实你只要放着都还有机会会回来 为什么 因为国家的股市大概除非你发生战争 大概都不会你陷到底然后回不来 这个几率有 但是比较低一点 但是如果你是杠杆操作的 哪怕你只有5倍的杠杆 其实这次不高 5倍算是很保守了 但是也是很凄凉 因为上中下起就变得很凄凉了 为什么 因为这是一个数学游戏 前面赚很多次 但是很多时候都不及最后一次的亏本 你前面赚了5波 可能最后一波赔的比较多了 比如说赔了10% 你可能把你前面30%赚的钱都给他赔进去 这个这是一个数学问题 各位可以按计算机来试看看 所以是说杠杆操作在美国现阶段的时间 或在世界各地的股市 现在是风险是异常的巨大 但是逢的高风险他就会有高获利 这个印证一句话什么叫做财不迷人 人质迷 在高风险的时候 很多人就喜欢追求高利润 但是你还是要掂量掂量自己的后路 你是不是承受得起血本无归的勇气 如果有那你万万无所谓 因为你不怕血本无归 代表你还有其他的部署 你自己的保命之道 投资的钱全亏光了也无所谓 这样状况之下当然就无所谓 但是如果你觉得输的会痛 你要考虑一下现在是不是适合参与这个世界变化的局势 所以我们现在可以看到 美国正在行使他的资金大战略 从把特朗普时代放出去的资金 逐渐的从世界各地的股市来来回回的逐渐的抽回驱赶回美国 这个有一个比较低俗的例子好不好 这个抽回就像怎么样 像挖鼻孔一样 他不会一次给你处理完 而是要来回来回的让你有感觉 说还有机会 这个上冲下写只是阶段性的 这个什么基本面还在 这个前瞻性还在 所以这个大跌大涨都只是个案 然后没毛病 输了我认 那一定钱就赚回来 所以说在诱使这些散户 继续把钱不断的去压进去 最后台市会按照这个世界的金融秩序 这些流落在外的这些美国资产 都会把它驱赶回美国 用来填补什么 要填补美国那个超级大的财务黑洞 为什么 因为你从其他国家赚来的这些股市的钱 最终如果回到美国 他对美国的资金的重新集中 跟美元的本身的体质 那都是有很大很大的影响 这个技法过去是这么做 现在也是这么做 哪怕是在未来都是会这么做 为什么 因为这个就是套路割韭菜 割韭菜到底是韭菜的错 还是被割韭菜的人的错 其实这个只是彼此之间你的价值观的不一样 很多时候你如果没有做足功课 保持好自己的投资纪律 那么最终亏本的主要原因 那都是那个贪婪以及不甘愿的心 所以要记得老师说了一句话 世界上的痛苦来源 永远怎么样 只有两个 一个是什么 拥有的又失去 第二个就是想要的得不到 您是属于哪一种 所以说像这个世界在金融的秩序 正在重整的时候 各位你一定要去知道 世界上所有的钱他都有他的去处 我们只能承着这个趋势 在里面可能落到一点油水 我们永远不是创造趋势的人 我们永远是跟随者的人 因为创造趋势的人 他不会出声音 他也不会出钱 他只是创造这个趋势 等着你把钱双手奉上给他 无论是国家 无论是政府 无论是财团 都是如此 为什么利益死人疯狂 他就是希望你疯狂 好 我们看看各位什么问题